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对于近期在吉隆坡独立广场和国企时和商场所举行的妇女节游行活动出现了彩虹旗 这使得性少数在这几天再度成为了伊斯兰党议员的剑靶 一党巴西马国会议员阿莫法德里早前在国会辩论时就促请当局对该游行采取严厉的对付行动 因为有关游行推崇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LGBT文化 他质问政府会否制定更严厉的法令来对付LGBT性少数 因为这根本不符合我国国行 而作为前朝国民政府掌管宗教事务的前首相署副部长 同时也是伊党彭加兰吉巴国会议员的阿莫马祖克 昨天更在国会发表争议性言论 他怕空性少数堕落,秦兽不如 根本不需要跟他们谈人权 一党国会议员阿莫马祖克在国会上抨击LGBT群体根本不是人 他们的堕落行为连禽兽都不如 因为两只同性的公牛或母牛根本不会结婚 他因此认定只要是头脑清醒的正常人都不会支持LGBT 不过对于伊党议员炮轰LGBT堕落禽兽不如 陈信党属理主席沙拉虎丁今天回应时表示 不应该一竹竿打翻整船人 只要这些人是马来西亚公民 他们就有权在这个国家生活 他说每个人都会犯错 不只是性少数群体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国家需要法律 如果他们是马来西亚 他们是负责给我们的国家 如果他们是犯罪 这不仅是LGBT 所有人都没有犯罪 我们必须有法律 伊斯兰党议员一再攻击LGBT性少数 前巴胜国会议员查尔斯今天发文告谴责伊党的手段低级 他反要求伊斯兰党专注在解决执政的吉兰丹和登加楼州的问题吧 而不是不断的攻击和挑衅性少数群体 因为根据数据 2021年吉兰丹的性暴力事件就多达224宗 而登加楼所有原住民家庭收入都低于国家贫穷线 他抨击伊斯兰党没有制造就业机会 来解决州内的贫穷问题和性暴力问题 反而倾向于攻击性少数 他提醒伊党是时候正视自己州内的问题 将枪口指向性少数只是个低级手段 根本无助于推动进步 解决州内的贫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